传说有个神秘的家族 他们从来不提自己的姓氏 也不敢随意踏出家门 我只是奉仇的母亲 他 不求那我就 我其实想土 我可以 很多哥 我现在 你 你 他 我生日快樂 媽媽 夏拙 夏拙 媽媽 爸爸還會回來嗎 希望爸爸在外面 不要遇到這些人 我叫西小圖 媽媽不讓我告訴別人 我北名叫做真小小 也不可以離開家 因為真家人有可怕的命運 這本書裡可能會有爸爸的線索 傳說很久很久以前 有位真公爵 在書房被郵差傻案 而她的孫子真未談 被人電死後扔在海裡 有人開始傳言 這是真家人都無法逃脫的厄運 緊接著 真老闆的雜貨店被員工砸死 心境手服真紅 也被同學用毒煙油毒死 恐懼的族人們開始四處躲避 爸爸不會也碰到危險了吧 我要去找爸爸 要我說 就得跟命運鬥 只要按著指示走 我一定可以逆天改命 我有客棧和玫瑰酒店區不能住 我們四三天和蒸燙麻辣燙也不能吃 我顯得北方慢車好不能坐 我們既航空也不能搭 恐怖游輪就要追上來了 這裡 是哪裡 消雲大酒店 消雲大酒店 這是哪裡 歡迎來到消雲大酒店 你們試試